就是说现在授权游戏都这么廉价了吗 之前给我发了这款游戏的兄弟 又给我发了一款游戏 这次一样主打的是官方授权IP来圈钱的 奥特曼热血英雄 还写着奥特曼IP正版MMOARPG手游 关键是你看这个 16加游戏 我看了一眼宣传视频啊 感觉还不错 应该有很多童年的奥特曼 而且这样的效果还不错 结果我一进游戏 我一定没有改变牌的 我的命运由我自己来决定 这 这动画 哥们 我没看错吧 这在2023年人家都在卷画质的年代 你这连建模都没做好啊 这激光 还有这奥特曼建模 你这是要笑死我吗 还有一季游戏 这配音 虽然我可能看过的奥特曼不多 但原版配音是这样的吗 加上这建模特效 奥特曼一点气质都没有好吧 而且 说好的一堆奥特曼呢 就三个 这玩鸡毛啊 正当我以为 这些游戏也许会好些呢 然后 他又给我看这个 好好好 我以为你会憋个大的 结果你给我拉了个大的是吧 这尴尬且没气质的配音 进攻处里的怪兽精团越来越多了 你必须立刻出发 找到欧布奥特曼 我上我都比这个好 而且这模式 这才没有的不是传奇吗 哇 传奇就传奇吧 但赶路我都不需要赶路 任务剧情我甚至都不需要点 你们猜我需要干什么 我需要干的事 就是看着这别角的游戏 然后疯狂问候他们 其实我们还是有操作 需要我们操作的 呵呵 听起来像个笑话 当我过完任务的时候 我注意解锁了一个需要我点的技能 技能名字叫奇迹战神 20秒内你能体验真男人 能有多男人 除了让敌家变赛家 你看这粗头的建模 都直接升华的 但这特效 虽然目前玩的游戏有一种 在你头上拉屎的感觉 但是我丝毫不气馁啊 为什么 因为 他等会还会在我头上拉更大的 大到什么程度 大到直接拿你当睿智 还记得他的宣传视频吗 不是有一堆奥特曼吗 我本以为都虚假宣传了 应该就不会有了 结果他还真给你做出来了 看到这一些什么S2 SS2 SS2加的奥特曼没 没错 都需要科金获得 看看需要多少钱买我的头年 几百个钻石左右 也就几十 但是 你们看这个太家三重 整整需要28800的钻石 什么概念 我一个648才给6480的钻石 他大约需要4个648 不是啊 哥们你疯了吧 这明摆着把玩家当畜生啊 是不是很生气 是不是想骂人 些别骂 等会再骂 你们再看这个 没错 奥特曼又有做棋了 我以为会是什么了不起的飞船什么的 结果 不是 你一个奥特曼 你还要冲浪不成 但还没完 你们看这个 哥莫拉做棋 超级史前巨兽 开服绝版做棋 你没看错 这游戏不光把玩家当畜生 还把怪兽当畜生了 奥特曼直接骑着怪兽打怪兽了是吧 好好好 还是你会做游戏啊 关键 目前还不能骂 你们看这个做棋的获得方式 需要你充值 等等 我数一下几个零啊 一二三四五 整整二十万钻石 什么概念 你充三十个六四八左右 你就能骑怪兽了 好 要不这样吧 你也别给它三十个六四八了 给我三个 不 一个 我来当你兜兜棋 身为一个IP授权游戏 哦不对 可能是虚假宣传啊 身为一款游戏 不用让玩家玩 只需要我们磕金 而且还是往死里磕 什么手冲月卡 开服活动 都给你准备 这不纯纯手机里的棉被吗 细思极恐啊 你细品 细了细了